上神 岳姑娘 容我引荐 这两位是本门执名长老 兼兵长老 明术门岳清书 见过二位长老 掌门已将来龙去脉 告之于我们 请世内详谈 上神请 岳姑娘也请 岳姑娘同上神关系匪浅 那就是我天师门的上宾 这是误会 昨夜 他在明术门同一个女人战斗 后来凶兽出现 他救了我 女人 天魔众的魔女 他当时要攻击神尊将神的孩子 神子 神子 昨日我击退了一只巨鹰 救了小秋 当时她颇为害怕 我便留她过瘾 看来那魔女潜入门派后 又幻化成巨鹰 掠走神子 兴儿有情 先入座再说吧 上神 敖须神尊既已施下 就请您援助天师们 你亦不得离开我 上神 就算你救过我 也不该如此轻浮梦了 岳姑娘 上神伤重宾威之际 因机缘和你结为共生 需在你身旁 方能维持力量 怎么会 我与他萍水相逢 既无交集 何谈结为共生 你有 你 你是 那颗果子 这 平白无故咬了它 不对 我咬的是果子 岳姑娘 近年来 人间突然出现着诸多凶兽 其实正是天魔众暗中操作 现在能击败凶兽的 唯有上神 岳姑娘身为上神的共生者 还望连续藏生 相助天师们 上神是御敌之重要力量 为确保上神实力不受质骨 还请岳姑娘 留在天师门 掌门放心 明术门和天师门 仅一山之隔 若生变故 我玄疾赶来持缘 岳姑娘 我知道 两家门派有些芥蒂 但那都是祖师爷那辈的事了 孟章掌门 门派纠葛已远 我从未在意 我要回去 只要爷爷须我照顾 好吧 那便请令祖父 一定要住在天师门呢 你 这什么共生法术 我们真的不能离得太远吗 难办 真的要留在这里 爷爷虽可自礼 但时日常了总是不妥 但凶兽和天魔众是大事 爷爷那边 请彭大叔帮忙照看一下的话 我跟你走 上神 只要能完成任务 我待在哪里无所谓 掌门师兄 神子他 说吧 这里没外人 神子苏醒后大吵大闹 非要找岳姐姐不可 小秋 既如此 岳姑娘 还请同我去见神子 师兄 神子安全至关重要 外人即出 我不是说了吗 此间没有外人 请随我来 孟章掌门 似乎早已对天魔入侵一世之情 但千百年来 魔族作乱都是一等一的大事 您缘何觅而不宣 非天师们刻意隐瞒 七年前凶兽作乱 各大门派均束手无策 所幸神子下界 神尊得以神将 传授我等神族术法 人间才得以喘息 但彼时 神尊尚无法查明凶兽来历 我等不知其根源 很是被动 神子平日 居于高塔 就是为了隐秘行踪 报其周全 怪不得小秋叔 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身份原来如此重要 近日神尊 终于查明天魔之存在 所以他是受神界指派 去铲除天魔中 不过却失败了 才到了人间 或许发觉到了神尊所为 天魔才激进行事 这一次他们用计不成 下一次怕是要大举进犯 强夺神子 此乃神源塔 是天师们守护神子的重地 那么小的孩子 竟然一人生活在这高塔里 或许会有听过 一点越来越来越岁 或许会关系 还在什么时候 他将来越岁 可能会发生了 优优独立 人民带 以后 相差 你 这座塔的门禁如此严密繁琐 说是守护 却和囚禁无疑 姐姐 你来了 我和巧琳来看你了 现在应该没有被俯身 脸色也好一些了 我醒来后就在天师门了 那个伤害爷爷的坏蛋抓到了吗 爷爷的伤好了吗 我找不到你们 担心了好久 爷爷已经没事了 真多亏了你 我一个人在塔里好寂寞 还想再去你家玩 神子 不可 好 如果你有机会来 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神子 今日神尊神将 你也累了吧 还是早些休息吧 嗯 要是他不让我去 那我就再让大老鹰带我飞出去玩 只要他飞低些 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神子 我听见了 那巨婴是魔女派来迷惑你 将你掠走的 我会加固门派的结界 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孟正 你真坏 我再也不理你 你呀 我先去 知道 你真的要费 要费 有什么值得 来 我 你我 你还在日子 再不讨定 你没有了 你捧事 你凭事 怎么会 你要去 我 你 他 你多会 一副厨房 多准备一些滋补药膳 为神子进补 是 姐姐 你要走了 你好好休息 有机会的话 我再来看你 好吗 好 神子 我们回房吧 掌门 这般守护方式行通求见 至此如何能承受 此乃迫不得已 如你所见 天魔众济觎于神子 甚至已将他掳走一次 此塔 乃我天师门法阵中心 是结界防护最强所在 唯有此处最安全 岳姑娘 当真不留在天师门 令祖父也可以一起住下 爷爷对天师门成见不小 以他的个性 来了这里 怕是要炒翻天 天 那就有劳月姑娘招料上神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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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方才爷爷那些都是玩笑话 你不必当真 我已应允 你可要想清楚了 若是加入我民宿门 按江湖规矩 你得称我爷爷为掌门 称我为师姐 所以爷爷说的那些你不必 师姐 当真 可是 你归为神族 生灵无高地贵贱 既然是规矩 我自当遵循 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那民宿门 那民宿门 岂不真的有神族弟子了 师姐 这是我的房间 哦 是的 若有不便之处请告诉我 我就住在主殿西侧 你 你用这个擦擦脖子的伤痕 你咬的伤痕 对 你快用药膏涂一下 这个治伤痕去疤痕管用的 哦 然后 不要再和别人说 这个伤口的来历了 那么 孙子 你 你 我 你 你 自从爹娘去世 这间屋子 就一直空置着 还好我经常打扫 才能这么快就收拾出个 像样的弟子房了 爷爷也真是的 越来越孩子气 这间屋子 在这间屋子的表面 却转了 我应该来 带我去 在这间屋子里面 一夜没睡好 竟齐晚了 爷爷一时兴起 收他做弟子 而他竟然答应了 所以 我的确是有失地了 还是个神族 好啊 你怎么 这是 我看他身材和你爹相近 就给他换上试试 怎么样 很有风采吧 可见 修吾与我明术门 确实有缘哪 这是 我爹的衣服 我没见过 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 只可惜呀 你爹还没穿过 就 老头子真是的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我哭什么呀 我看你爹 你爹 我爹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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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剑名《青天剑》 和《青疏继承》的《碧海剑》 是我名术们朕派雌雄剑 虽然比不上你失去的春姿神剑 但若二人齐心协力 双剑刚柔并济 服以御灵之力 威力亦是不凡哪 谢掌门 好啊 以后名术们就指望你们了 对了 师姐 你看这个伤口已经全无痕迹了 多谢你的药膏 我 我不是让你别再说 说这个了吗 我并未提及伤口的来历 这件事就此翻篇 以后不要再 回ắn 大人 大人 此地有虫魔之阵 无妨 速战 众长老 结珠魔之阵 众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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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弟子都顺了重伤 素质神渊坦 神渊塔怎么会 小秋 前有强敌 莫乱心神 早已料到尔等肖小回来强略 本村 本村怎么会不做防备 区区锁链 本村 2 神 神子 師姐退後 你不是她 的對手 給我一結共生之術 現下不能分離 這 gitu是魔子的liyor嗎 好 结束了 结束了 好 好 好 本尊赐予你们神举之力 休无听令 打喜魁 感觉全身凌热 钱总会有的澎湃 本尊是时间组终的杀战 我们将其一举枪毙 儿等拖住天魔 神尊正重塑阵法 我们拖住天魔女 好 众位长老 全力维持接近 是 草木枯荣 奸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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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领 无碍 休无退下 休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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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冲子俭 师姐 是否无碍 没事 我没受伤 骑兵掌门 此一我天师们重伤弟子继三十七人 其余弟子亦多有负伤 若要恢复元气 怕是需要些时日 天魔罪大恶极 他日必遭天道成见 师祖保佑 幸无弟子丧命 掌门师兄 神渊塔受损严重 神子应如何安置 是否要立即抢休 暂且不必 我另有安排 我另有安排 灵光师妹 你带还能行动的弟子立即下山 传先盟令与各大门牌 请他们速来天师们 举行先盟大会 掌门 掌门 你是想 神子与天魔众之事 该公之于众了 是